今天要教我們的這一道料理 叫什麼料理 這一道叫做咖哩南瓜 是 南瓜也是算蔬菜也是澱粉 那樣豐富的 而且纖維質也很豐富 對 所以我們這一道 準備了幾個東西 我們就準備一點洋蔥絲 那洋蔥其實對減肥也很好 非常好 它是一個很好的甜味來源 所以我們只要開個火 那如果有一點點油就好了 因為減肥也不要吃太多油 但是要吃好油 那其實洋蔥的話可以乾煎一下 或者是你更簡單 你可以怎樣 因為我這是為了香味 因為減肥也不要虐待自己 對 色香味俱全 所以你可以乾炒一下 是 因為時間關係我可能就不把它炒 把它的味道拼出來 或者是你用稍微把它蒸軟就好 像我們這樣稍微蒸軟 它可以生吃 對 它可以生吃 那我們這樣蒸軟以後 就有點像 我這只是有點炒黃 已經炒好了 炒黃 那我簡單介紹大家 大概像一顆的洋蔥對不對 我們把它加進去 還要用果汁這樣 對 很快 我這個速度整瓦斯 因為一般的咖哩 我不知道各位怎麼熬 小火炖都好久 是啊 光是洋蔥就要炒很久 沒錯 很久 所以這樣子很浪費 那我們就把它用果汁機 另外一個加 對 很浪費瓦斯 加一顆蘋果 蘋果是減肥非常好笑的 對 營養也很均衡 那就一顆 而且它就有天然的甜味 對 那可以的話 因為為了好吃要一點 而且這個小朋友喜歡 對 這個腥味也多 我建議大家可以一半 一半打一半不要打 一半等一下一起燉 這樣才有口感 對… 就這樣 那剩下一半 等一下我們就把它拿來炒 是… 好 大概這樣 那我會建議大家 可以用原味一點的 低熱量的咖哩塊 或者是買 像我都買咖哩粉 今天買最簡單的咖哩粉 就是你買它沒有加任何東西 對 或者是用低熱量一點的咖哩塊 咖哩塊 那就把它這樣稍微打一下 咖哩塊直接丟下去打喔 對… 咖哩粉也可以直接丟下去打 哇 丟那麼多塊喔 大概這樣可以 你這樣燉 因為我們這樣燉的話 大概幾塊就可以了 那你就加大概1000CC的水 把食材通通蓋住是不是 對 把它蓋住 其他都下去剩青瓜 可以下去 對 這個不要下去 就這樣 好 那我們就把它打碎 好 這感覺好像玩遊戲 然後輸了 對… 好 其實這樣很快 然後你家用火雞把它打成泥狀 好 大家這樣就賠了 好 那這個時候一樣很快 我們這個速度 我做的菜速度很快 對 我們一樣把這個火接著帶來 可是它這樣就已經很香了 對 很香 很香 咖哩香了 對 那你就把 你剛才這個 難怪有燥嗎 對 難怪如果你要快一點 就把它蒸 如果不快一點就直接用這個 再用湯給它滾 這樣 如果你要快一點 把它稍微蒸軟 是… 對 因為我們今天這是用平底鍋 這樣我是用燉鍋 蓋住的燉鍋 難怪為什麼不能打進去打 對啊 其實我喜歡要吃到它的口感 不然你會整個都糊掉 這樣沒有口感 那你會看到 吃不到南瓜 對 吃不到 還有一個 最怕吃勾芡的吧 會越吃越多 你用素 用素的都沒有咬 對 所以吃的量會特別多的 是… 那還有一個我就有加蔬菜 洋蔥跟蘋果的蔬果 對 這樣的話 維他命都會比較多 對 好 這樣就可以 那就一樣 我們就這樣把它稍微燉一下 像我就把它收水 燉到這個南瓜怎樣 整個都燉 你用一個筷子把它這樣刺 只要下去 對 然後透了 透了就可以了 那我就這樣燉好以後 其實放冷了 在家裡要吃的時候 拿出來熱一下 配一點 看只要沾個麵包啦 配一點飯啦 其實都可以 你餓了是不是 要餓了 小白金不行 我們不能加雞肉嗎 可以… 可以加一點雞肉 雞胸肉 瘦的 對 瘦肉 甚至你用一點海鮮也可以 對 其實這一鍋真的很方便 看這一鍋煮出來 小孩應該翻臉吧 沒有肉 媽媽怎麼沒有肉 這樣可以… 所以這個比較屬於像 所謂蔬菜咖哩 是 其實這個真的不錯 對 很快 這個應該差不多十分鐘 對 大概燉… 你就燉 你把那個稍微切丁小一點的話 大概十到十五分鐘 你這樣插下去 然後軟就可以吃了 好酷耶 好 王老師的南瓜咖哩 對 已經做好了 大家吃看看 好 好 口感怎麼樣 其實這個也可以用地瓜 對 地瓜也可以 地瓜也可以 它就有甜味 對 它有自然的甜味 你就不要再去加 有的人煮咖哩還會加什麼椰漿 有沒有 不要再加椰漿了 熱量太高了 是… 南瓜的口感非常好 對 而且好開胃喔 很清爽 而且跟咖哩很搭 而且我建議大家 我那個是有皮的喔 這個是我挑那個栗子南瓜 栗子南瓜 其實現在當季出很滿好的 你就連皮要洗乾淨 連皮就好 你會發現那個皮也是髒髒 而且吃下去有那個咖哩的香氣 可是又有南瓜的甜度 對 所以其實小朋友吃是非常適合 可是其實什麼東西都可以吃啦 不過是我們吃東西的順序很重要 對 順序很重要 因為我們看到在前面的 不管是飯也好 水果 青菜 湯肉 魚蛋 通通有 要怎麼來吃 才是一個健康又可以享受的吃法 沒錯 所以我們要來考考我們現場的來賓 就說看看大家呢 平常在這個飲食的習慣上面 進食的順序 到底有沒有吃 對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小禎的好了 好 小禎第一個覺得應該要先吃 水果 青菜 然後魚肉 然後湯 最後才吃白飯 這跟我們一般的吃法不一樣 對 不一樣 你真的先吃水果 增加飽足感是不是 對啊 如果有在吃水果的話 是 對啊 了解 好 來看一下BB的 我也是水果先吃 因為我看過一個報導 他說 其實水果是要飯前吃最好 它容易吸收 對 如果你飯後吃的話 其實只是 好像就是 你會變成只有吃那個水果的纖維而已 對 只是可能後面好排便還是什麼的 對 是 第二個是飯 吃飯 然後就是配菜 一開始就拚澱粉了 男生都把這樣 對 然後再來是肉菜湯最後 對 台灣人的習慣差不多都是飯後喝湯 對 一般來講 香港人是先喝湯 對 好 來看一下Nina的 我是先吃菜肉 菜肉 然後我現在 我目前如果減肥的話 我是這兩樣都不要 我們請一下王老師 那剛剛我們三位來賓 她的吃法都不太一樣 對 那不太一樣的一個吃法 對瘦身減肥也有很大的影響 對 沒有錯 其實我分享一下 就是其實順序 有時候真的我們一起吃飯 對 你順序吃對了 你會瘦 就是說大家一起吃同一頓飯 可是我們今天開了一桌中餐 大概八菜一湯 七菜一湯 可能你順序吃對了 你是不會胖的 但是如果你順序吃錯了 一樣吃分量 搞不好你變胖 那請王老師來告訴我們 到底要怎樣吃 對 像我今天一個 當然水果這個是有一些討論 剛才有提到 當然現在大家比較整理 希望是飯前 而且是單獨當點心吃 對 我有看到最近 FB上面的報導也是這樣講 如果水果吃到腸胃裡面 如果是醉厚的話 怕它會腐壞 其實不是腐壞 就是說因為水果是最容易消化 剛才小馬講的很醉 就是說你吃下去很容易就消化了 所以很多人會這樣會造成耳酸 因為它已經 一生一發酵了 對 發酵 就像水果 又食到衛食透膩了 對 衛食透膩了 就是說它很容易發酵 它就會有產氣的X出來 所以很容易不舒服 所以水果最好是單獨 或者第一個先吃 第一個先把它吃吧 那第二個的話 其實一般剛才也有提到 其實我們講西餐 大家知道西餐的順序最健康 對 一個是湯嘛 對 我們中餐比較難嘛 對不對 因為中餐都一起來 所以第二個是湯 西餐的吃法 對 對 對 那第三個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以減肥的角度 你要先吃 高纖維的東西 讓你有飽足感 而且有咀嚼的口感 那是什麼東西 那就是菜 我常常講 有人飯可以用吞的 菜可不可以用吞的 不行 對 因為菜有纖維 很粗的 你不咬 你根本吞不下去 那個空氣菜吞起來 可以一根拉出來這樣子 所以最好事先吃 那再來才吃什麼 吃魚肉 蛋白質類的東西 因為菜配肉 像我有一個口訣教大家 菜肉菜飯 所以最後吃飯 飯 如果吃減肥的 有時候 剛才我們在探討一個比例 就是澱粉還有肉類 還有蔬菜水果的比例 其實現在美國也有一個減肥法 就希望以八十二十的比例 就是說你這一餐要吃肉 那你就百分之八十吃肉 百分之八十吃肉 百分之二十吃澱粉 如果今天你想吃義大利麵 剛才你提到義大利麵 那義大利麵 對 就是百分之八十 對 肉就很少 肉末一點點而已 所以它的總熱量就是低的 其實你知道我們女生 真的是感情很好 我們通常吃到覺得 還不錯的減肥法 或是減肥的補助的食品的時候 我們都會好康到手 其實對很多上班族來講 以及像一般的企業界的人士 他外面有很多的應酬 所以往往一不小心就吃得過了 過多了對不對 那小禎有試過覺得還不錯的 那個減肥法嗎 當下有效的時候是非常有效 那時候是這個效果 一個月可以瘦掉十幾公斤 好厲害 就是雞為酒 雞為酒療減肥法 我有聽過 可是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樣的邏輯 我也不知道耶 反正它就是那時候很多 它一盒它有四份的藥 一天就是早餐 早中午 早中晚然後睡覺前 是要去找醫生拿處方配方嗎 沒有沒有 到底它就幫你開藥 然後開完了藥之後 它還幫你把脈什麼什麼 然後就開完藥之後 我不騙你 它一餐的那個藥 大概都有八九顆 那你吃到噁心 吃藥就吃飽了 對啊 吃到噁心 最後是打開那個藥丸的味道 我就已經快要吐了 然後已經 我就覺得說是吃藥丸吃到飽 對啊 八九顆光配水 就已經吃多少 對 可是那時候真的 就是一個月瘦十幾公斤 就覺得超有效 然後就後來持續到第二個月的時候 就開始了 就開始心悸 然後很容易會頭暈 對啊 然後呢 嚴重我 嚴重到最後我是 在床上打點滴 我起不來 怎麼會這樣 因為它完全讓你吃不下 然後呢 你起來 你就是會頭暈 就是整個是白的這樣 因為完全沒進食 變沒有養分了 所以後來就是打了葡萄糖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再也不敢吃了 VV是不是曾經有朋友 就是減肥到身體都搞壞了 有耶 其實前一陣子 就是前一陣子有很多 我們區內的朋友 他們也是吃減肥藥 吃到後面 他沒有再吃的時候就負胖 而且是吃到就是精神不濟 會心急那都是很正常的附作藥 算是輕微的症狀 對 我們朋友那個是 吃到那個腎這樣出問題 那要洗腎耶 對 我覺得就是演藝圈 跟模特兒界的減肥方法 真的是超多的 然後你只要拍戲 在化妝間 大家討論的也就是也是 而且常常在網路上就可以看到 因為幾乎都是偶像的減肥法 對 所以我們要請問吳醫師 那剛剛就是說外面很多的減肥藥 可能有些不合格的 那如果買那個衛生署 它已經合格通過的減肥藥 是不是就比較安全 有沒有這麼神奇 輕鬆躺著也能瘦 其實這個 是進行的研究 現在發現就是所謂的 植物化菌素 所以它的 抗自由基 對 抗自由基 那是不會變漂亮的意思 對 也會 吃了那個 你增加你的基礎代謝率 這樣的意思是說 對啊